作曲 李宗盛 也不会给你指引 可我想跟你找回自己 请别再等待 请再就决定未来 年少的白 被心爱上色彩 请别再等待 管他人生的安排 一百年后 一起都被取代 那就趁现在 就现在 不成现在 就现在 你看 还有个男的贴身服务呢 还伺候他换鞋 就这么爱着也太大了吧 喂 你不会是惦记上他 你说 他是你喜欢的类型 来 来 来 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 什么声音 我肚子在叫 去吃饭啦 你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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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老方 你说 咱什么时候 也混个头等舱坐坐 我这一想到待会儿得坐三个小时的飞机 我全身都痛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 就老袁那个级别 每次出差都只能坐公务舱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地往上升吧 收购是收不准的 公司多少双眼睛盯着我看 你只要没把事情办好 他们就会拿机票收上 以后做任何事情 千万不要留下任何话给你 对啊 你说刚才那个 和二十四孝男朋友伺候换行的女人干吗的 你不老说投资就是投人吗 但那什么算命的没有两样 要不就算算 那咱们来赛赛 我觉得吧 她虽然穿着休闲 但是包和鞋都是棉牌 还有一个贴身男保镖 我觉得 她应该是专职全世界吃喝玩乐的白富美 到你了 我觉得她是个老板 至少是个合作伙伴 怎么说啊 你肯定没有注意到她身上那枚胸针 这个胸针是江南俱乐部二零一六年年会的礼物 全国有这个胸针的不超过五十个人 而且你想想她 江南俱乐部是什么地方 这 这女的来头竟然这么大 那她旁边那男的不是她男朋友 是她的秘书 她这种人 男朋友非富即贵 你就别惦记她了 小心那个灭绝时代把你给灭了 谢谢 两位的高论有点意思 不好意思 等飞机时代太无聊了 请接着 不用道歉 我也很有兴趣参与一下 行 两位这个点在候机时 要不然是券商 要不然是投资公司 再不然 就是抓住客户的尾巴 让客户乖乖被你们买单得住 为什么就一定得是做金融的呢 两位在贵宾休息时说明经常坐飞机 但是做的不是头蹬草 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说明 金融民工 搬的都是金砖 但是 判断 有点不太准确 何意见的 刚才的这些信息 稍微有点职场经验的人 都看得出来 这位先生 你能从你看得见的地方 判断我 能从你看不见的地方 读出我的信息吗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你是帮你旁边这位善后的吧 我说得对吗 你怎么知道 我要是这个都不知道 就不出来跟你废话了 对了 灭绝师太就是这么干活的 这 这女儿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乔乔跟你说了什么 她在生气 我们说她是灭绝师太 所以她灭了我们 实在不好意思 当然了 不过我真的特别想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 我跟我同事之间的关系 这位先生 我没有理由给你上课 对吧 说你灭绝师太 确实是我食言了 我在这儿跟你郑重地道歉 不成心的道歉我不接受 也有你的好奇 我有我的判断 咱们相互尊重 您说呢 不好意思先生 这边是我的座位 这有什么 OK 对不起 喂 浩总 方总监 还在香港吗 正有事找您了 没想到你电话就打过来了 五巧不成书啊 看来我们蛮有缘分的 一小时后 我公司见 好 没问题 好久不见 忘了你成人 好久不见 哎 苏浩跟你说什么呢 刘斌 苏浩说什么 他主动打电话过来 肯定事情有变化 走 我们要把邵雍把苏浩赶下董事会的机会有多少 只要搞定邵雍 赢的面积就极大 不过这个人很狡猾 他项目要价太高 他要多少钱 他想卖给我们三十一港币一户 和苏浩开价给容领的资本是一样的 不过据我所知 容领并没有接受一个价格 容领的异项收购价是二十三港币 容领的决策是正确的 二十三港币 已经溢价过倍 邵雍就是吃转了 我们非得送个首领卖 别忘了 除了苏浩 他给了最大的股东 我们买巨能股票只有百分之九 要想苏浩下台 邵雍股票我们必须拿到手 至于值不值得 就另当别论 你也知道 苏浩公司的坏账是什么 我去找邵雍谈吧 去能高层贪腐的消息 我已经放出去了 到时候我们拿这个作为谈判的方案吧 对了 苏浩拿公司的钱 买有点的证据的查到 你放心吧 集中差不多了 那一会儿就去看看他的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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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二港币 好 好 浩总 巨能股价现在只有十一港币 而且现在国内已经谣传 你们公司高管有贪腐问题 股价会随之影响往下滑 在现在这种情况 说实话 二三港币已经相当勉强了 你也说是谣言了 如果巨能资金真的有问题 荣顶会收购吗 你方总监会买个黎毛回去装太子吗 浩总 按照我们荣顶之前对巨能的考察 我们认为谣传确实言过有识 但是你们公司的高管费用确实太庞大了 这个在我们并购之后会做出调整的 我们觉得二十三港币已经是最合理的价格了 请你考虑考虑 我们是最有诚意的买家了 方总监 有些话我想私下跟你聊一聊 方便吗 可以啊 问你个私人的问题 你的年收入有多少 浩总 你怎么会突然对我这种打工的收入更兴趣 我的收入抵不上你一次度假 这个数有什么 浩总 我不懂你的意思 简单直说吧 劝说你老板按照我的价格来收购 我呢给你五百万人民币的回扣 这应该是你年薪的十倍了吧 还是税后 怎么样 原来浩总是这个意思 浩总 投资的钱又不是你的钱 溢价有多高跟你有什么关系 将来能不能赚钱 那是荣鼎的事情 那是资本方的事情 浩总 我是代表荣鼎资本来的 不 方总监 我以为你这脑子应该挺灵光的 怎么这么迟钝 我要是你的话 我现在做完这一单就跳槽去别的公司 以后能挣多少钱我不知道 反正现在我的五百万人民币 那是落袋为安的 那抱歉了浩总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笔收购就没办法弹下去了 这笔钱虽然不是我的 但是我不能明知道它会亏损 我还高价收购 这违背了我方玉斌做人的原则 自打我入投行第一天开始起 我就告诉自己 不是我的钱我不拿 媚者良心的钱我不拿 明白了 一身正气 怪不得穿着两千块钱一套西装 来跟我谈谈 浩总怎么看我的衣食住行没关系 但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帮荣顶赚钱 我也可以帮你 还有巨能赚钱 那五百万回扣不是钱吗 这不是靠我的职业技能和眼光赚来钱 我不需要 而且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 不止这区区五百万 我值更多 由于她来 去下名台 我广东年 开个价子 不价 苏浩这个孙子 居然把价格提到42港币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咱们打道回府吧 别别了 你说 这刚才关注们跟你说了什么呀 你们先回去 我去个地方 我们不走啊 你以为工作就这么轻松啊 苏浩的事先别说了 晚点我们酒店房间开会 林海 你尽快去查邵英的资料 越详细越好 快去吧 走了啊 去吧 嗯 安晓 谢谢你的消息 说吧 你想要问什么 苏浩最近 有没有买什么豪宅之类的东西 方陈 倒是没有 那他有没有买什么昂贵的东西 哦 哦 他买了一艘豪华幽体 我上次刚做过 谢谢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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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板叫我来的 想要让我查一下这艘游艇的备用信息 好 提前告诉我工作人员 你确定是这艘船吗 哦 对对对 您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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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已经有人来了 他是来帮老板试设备的 哦 哦 哦 对对对 我我忘了 我老板叫我跟他一块来的 好吧 上船了 上船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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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我老板叫你 我就想再利用 我老板叫你 我闹着 我老板叫你 我老板叫你 好 好 我的 我给你 我 乱 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女厂要拿什么 关你什么事 喂 鼻子没事吧 喂 你是苏浩派来的吗 这是苏浩 别告诉我苏浩是你老板 你明显不是聚能TT 你也明显不是苏浩的秘书 您让我看一下这个产权证吗 一看苏浩的产权证明什么 你拿着产权证明什么 用你来 你怎么知道 你到底是谁 我能随意处入苏浩的油顶 你说我是谁 你是她老婆 不对 你如果是她老婆的话 你不会装成她秘书 去拿私人物品 你是她情 情什么 不对 你是她妹吗 机场一别有惊碰吧 说说看 怎么看出来的 我如果没有在机场见过 我真的肯能得猜错了 但是机场上你给我上的那个 实在是让我印象深刻 我不认为你这种人 能作为苏浩的亲人 所以你肯定是她的妹妹 你曾经任职于花旗银行 黑石集团 在华尔街待过十年 是业界的金牌特赛 把我的履历还背得挺顺利的 我们聊聊吧 我们聊聊聊 说吧 招什么急 一会儿下转也没说 你耍我 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四二年 我发现你真的喜欢人生的 每一次见到你 你都会给我上去 从这个角度 看这些高楼大厦 感觉怎么样了 我在上海天天看高楼大厦 我现在面前是大海 我这大海也体会 做投资人的 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 看待问题 这个角度看这些高楼大厦 感觉挺好的 林云传 我适应一下就好了 接着说 我头一次见 这么年轻的男人 林云传 为什么云传 什么感觉 小姐 你这么对一个身体 不舒服的人 说这种话 很不礼貌 我向你道歉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 你为什么云传 我今天是来跟你谈苏浩的 苏浩这个人太浮沫了 没什么好谈的 还是谈谈你吧 苏浩传是什么感觉 不好意思 我先去趟洗手间 停 没事吧 喂 记不记 你再给我看 我托你一声 你是第一个 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 看来你生活在一个 乃是黄爷的世界里 快 给我 来 接着 谢了 好点了吗 看见对面那座大厦了吗 对面那座大厦 聚能科技在38楼 苏浩给你们的报价 你怎么看 他的报价比我们预期的价格高太多了 不可能的 你打算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只会回答我自己的老板 那就是不准备回到案上去了 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还不怕邮警开门去 我可以先把你扔下 再开门去 你以为你能拍电视剧了 不信 你试试 有什么事直说吧 有没有想过邵雍啊 什么意思 好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如果容你愿意打 聚能内部收购站 联合邵雍改苏号下台 你们的收购是可以实现的 这样你就能凯旋而归 回上海升职加行 这跟你有关系吗 我们是一条战线的 我是国内一个投资公司的合伙人 我们也在收购聚能 你找到这条游艇 说明你已经知道 却能告诉官府的收购 你的目的单纯是为了收购 不然还有什么 你的目的是让苏浩下台吧 这才是你的一页 据我所知 你父亲病了一个多月 你们苏氏集团记者人的位置还没人 即使是这样 对你没什么坏处吧 不 我不参与家庭斗争 你只管赚钱 其他的东西跟你没关系 不一样 苏浩子 我做投资人有自己的原则 一 我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 二 我不做他人争夺权力的工具 你的意思是 我很不专业 在这件事情上 吃点 有些事情你没经历过 就没资格说长道短 有本事赢了我才说的 忘了告诉你 你是不会赢的 因为我从来就没输的 我也没有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请问是邵雍邵总吗 我是 你是苏靖的秘书吗 请邵总跟我来 我们换一个地方聊 跟我讲的 跟我讲的 是 苏总 你秘书接到我了 什么 不是你秘书 不好意思邵总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上海融顶资本 投资副总监 方雨宾 去哪儿 去哪儿科技这些股东 是真的看不懂行情吗 这两天股不要 已经从十一港被跌到七了 他们还一个逼一个摇得紧 我真的是看不懂了 我本来以为邵雍这家伙 会比较好谈 没想到也是个老狐连 难怪苏靖之前迟迟不肯下手 苏靖 什么苏靖啊 之前抢聚能的时候 奥娜也重新顾驾了 这难怪他们这么沉得出气了 玉饼 你准备怎么办 这眼下恐怕是要打持久战了 袁总那边 可是希望我们快到转烂马 灵海 你看什么呢 方总监 从内线得到的情报来看啊 邵雍不仅是巨能的第二大股东 而且还是巨能的董事 他自己还有个私募基金公司 这是最近一些买进买出的记录 很明显 他事件内线交易啊 如果我们把这些交给SEC的话 不行 我觉得林海说的可以 我们可以利用这点 威胁邵雍低于最初的成本价卖给我们 消息是可用的 但是这种卑鄙的手法 我们不可以做 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成败论英雄 只要我们赢了这场仗 怎么洗白那是我们输了算 如果用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话 那我方玉冰 早就不是现在这个位置了 方玉冰 我们现在不是为了你 我们是为了荣鼎 就是为了荣鼎 所以才不能这么做 孙松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如何保证荣鼎的每一个一线交易员 都是新版的 如果有人举报 证监会查下来 你觉得所有人都是干净的吗 这不是荣鼎暴不暴毙的问题 而是做到我们这一行 每个人因为欲望 而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 这是任何一个公司都没法完成的 到时候出了事 荣鼎的声誉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不会 因为第一 我不买卖消息 第二我不违规操作 第三 公司声誉受到影响 我可以跳槽 你说这是荣鼎的事 还是我的事 我在想别的办法 下一对 主角 在我今晚才看 你威胁我 对啊 就是在威胁你 明知道我一定要拿到这些股票 跟我坐地起价 你不仁 我就只能对你不义了 我看你也未必比我干净 欢迎随时查漏斩查 开个价 你要多少 每股十九感变 十九 你开玩笑吧 你不高兴可以骂我 多难听我能受得起 二十二 十八 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 现在你不是现在了 我刚得到消息说 邵英把股份全部都卖给奥娜了 现在奥娜已经成为了聚能的第二大股东 在董事会上已经有了意识权 而且她正在拉拢其他的中小股东 增持股份比例 现在缩号董事长的地位极其可危了 我会想办法的 丁总刚才有打电话来问 费总最近在董事会的势力上升得很快 丁总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他需要我们完成这个收购案 如果你那边实在盯不住 我马上赶过去 好好考虑一下 三个小时之内 必须给我答复 是 丁总 喂 令海 方总监 你快看网上的新闻 我发你链接了 这谁提供的照片啊 狗屁长娇 你长眼睛了吗 你仔细看看 明明是在游艇里面拍的 到底谁赶紧给我查 喂 爸 你是怎么搞的 一直让你低调一点的 平时在江珠 都倒挺老实的 跑到香港去了 天安哥皇帝远啊 捅这么大的娄子 平时也就算了 偏偏是这个时候 你让我怎么跟你爸说 苏静又会怎么跟你爸说呢 妈 游艇是个很私密的事 只有我最好的哥们才知道 你算了吧 你最好的哥们 早就把你什么游艇的资料 倒个手卖给媒体了 你去看看下面的评论呢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我气得手都快发抖了 妈 你先别生气 爸不是在住院吗 再说了他平时也很少上网 不上网 你到底是不是你爹的亲生儿子 你怎么一点都不了解你爸爸 在家里面 上网最多的是你爸 你爸 好了 好了 我跟他爸说的啊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该怎么跟你爸解释吧 妈 你帮帮我 你知道我爸最喜欢听什么话 你跟他说说 自己想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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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了 还有这个 我总是 ее 好 哦 天 Brett 以前单日从来没有过这样大的跌幅 您看我们要不要立即开会 股东们也需要交代 我们是一条战线的 我是国内一个投资公司的合伙人 我们也在收购俊南 你找到这条游艇 说明你已经知道俊南高层三府的守卫 这个消息只要放出去 股价就会大跌 我们最低的价钱买进就可以了 方总监 电话和航拍信息都查到了 苏昊今天接了一个江州的长话 而且已经订好了十五号回上海的机票 十五号 看来这次事情比我预计的影响还要大 据说是因为苏昊的妹妹也回来了 苏静 对 他已经从香港的公司辞职了 要回来自己办公司 看来苏家这一次 怕是有段时间不太拼了 苏昊这么着急回来 他应该会赶紧卖掉公司吧 俊能这次利空出境 看来是该我们干活的时候 你让我跟他们交代什么 苏昊宏的时候 各个神龙见首不见了 霍总 亏钱了跑来兴致问罪 这不够古代 霍总 霍总 方总监 你怎么来了 霍总 我现在能给你个最中肯 而且对于你我来说都有利益的建议 你愿意听吗 你说 坐 霍总 按照今天这个利空的消息 你觉得你这个俊能科技的董事长 还做得住吗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就是用大量的资金 跟他们展开股权的争夺战 但是这会浪费你三年的时间 你觉得你有胜的把握吗 你说说第二条路 这第二条路 就是我们荣顶资本 以每股二十三港币 收购你手中所有的股票 成为俊能科技最大的股东 接下来跟奥纳的股权争夺 还有公司股东 分股分红 以及各种杂事 都跟你统统没有关系 而你因为用股东的钱 购买了私人游体 引咎此时 实际上是 借颇下零 拿钱走 方总监 二十三港币 那比也太低了吧 昊总 资本市场瞬机万别 这对于你目前的情况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合作愉快 郝总 我这半个月就蒸发了2.5亿 不过对你来说倒是比好买卖 郝总 瞬息万变了 其实我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不瞒你说 我辞职报告信都写好了 就在我邮箱草稿里静静躺了三天 我要不矫情你到哪儿赚这笔钱 郝总 这不是矫情 这是眼光 投资看的就是眼光 该出手时就出手 给女朋友买礼物啊 帮人跑腿的 那女孩对你不错啊 怎么不接受人家啊 你怎么不猜是我追求人家呢 直觉咯 你是不是没太好恋爱啊 你一个老板 一个经济学家 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被我猜中了 跟你聊点正事 我以澳大公司合伙人的身份 跟你谈谈 开工没有回头见 如果你真的插手江州集团的事 以后想撒手可没那么容易了 我就是想看我走了那么长时间 回来还能不能做到冷酷无情 对她公事公败 关于你升纸上海公司投资总监的位置 应该没有问题 你已经踩到了你人生 黄金螺盘的开关 加油 为什么是我呢 我只是整个陆家嘴 金融民工的先本之一啊 我明天是高兴的 我需要的不是八卦 而是你大了的亲爱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想玩我 你跟我合作吧 有无条件的接受 也一样有相爱的感受 我和你走到那条出口 是你像恋人的朋友 就够